有人按我的简报 就是到什么时候呢 到他的儿子 跟他们开始爱护小动物 然后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吃小动物 于是乎从23年前到现在 他们全家就一起如素 原来他如素的原因是 因为有这么智慧的一个儿子 然后他说无名的背痛多年了 无数的检查都不知道原因发生在哪里 后来一个整集的师傅给他解释以后 叫他开始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保护 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一个行动派 所以马上就动起来了 所以除了原先的一个运动 他对于自己呢 在这个部分也加入了一个能量 来训练自己的肌肉 所以非常的感恩 他说记得有一次第一次扭伤 治疗中医不知道道理 被提醒提重物的时候 知识是很重要的 但几年后又办一个小花盆 他又再次的一个受伤 不过现在呢 他因为有教练在旁边呢 在让他们学习 所以呢 可以善用很多的机器来加重力量练习 就是专业教练在旁边的一个指导 所以我们每一次他上线的时候 我们都总他们每个月一次 但是每一次都让我们非常的惊喜 所以现在我们要透过通关密语 然后看到石经文经大爱之音 帅帅美美的他们即将上线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石经文经大爱之音 来 亲爱的上人 亲爱的师父 全球的家人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杰斯金 上人赐法号慈亚 我是借文青 上人赐法号济勇 高雄线上读书会呢 就是一个串联爱 也是一个一连串的善效应 因为这些串串相连的善效应 就变成串串相连的效应 都是善 在9月24号 我们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是由美云老师率领的高雄线上 读书会的团队 来向上人报告 交成鸡丹 那当时候有来自全球的家人 都一起上线来随时 看到所有来自台湾各地 美国东西岸 还有日本 土耳其 马来西亚的家人 都上来了 我知道大家当时都很期盼 看到读书会分享 好好传 传好法 这一次我不仅参加了分享 更是学习到团队的分享 比如说听到宜兰 林秋敏师姐用台语来分享 她的台语说的真的很溜 全程都以台语来做分享 她即使有一些不完全的台语 但是对于台湾土生土长的我 都不见得能够听得懂台语 说台语 我记得当时上人也听得 也借机极其指导 例如导读师姐说的是 上人指导的却不一样 我也是借着这一次温馨座谈 真是长知识了 我也看到了日本口语团队 嫁来台湾的日本媳妇 她不仅是日本的口语顺畅 而且连普通话也讲得很流利 可见真的是有情有爱就能胜过一切 那他们也透过了口语表现了 这个家庭的关系更紧密 也培养了个人跟人之间的默契 所以参加了这个团队 真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学习 插播一下 当天那个美云老师在金色的上人会客室 透过荧幕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美云老师身后有一个风扇 风扇不停地转动 可以证实的金色真是很环保 再热也是用节能地使用量风扇来消暑 是是是 那个邱玉师姐承担了善效应的美边 不但也承担了比异 大家都见证过她的才华 她更将善效应上传到尽私原地 让全球都可以看到了 通过她的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读书会有19种语言的比译 19种 也接着比译还有善效应的编制 发掘了很多的人才 是的 那接着我们也听到了来自多米尼加的 词遥师姐的分享 那西班牙语的翻译真的很奇特 他们要与美国跟高雄的团队 先把它翻成英文 再从英文把它转到西班牙语 这个工程真是不同于一般的直接口译 它现在要绕过英文再把它翻成西班牙 真的结了更多更多的好源 当马来西亚的海文师兄分享的时候 他提到这个口译团队的这些组员 因为在出版后马上就写善效应 都有很多精彩的回馈可以来见证历史呢 说到了这个善效应 我真的要真心感恩了 有一群忠实的大陆书业 他们都是很合合互协的 在我们这个群里头很用心的来学 然后他们又互相加这个互相的激励勉励 很值得我每周三都来这个高雄读书会来做陪伴 我都请假来做实际 我尤其从他们的热情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串联爱 而且将爱串联起来 那其中我还要特别感恩一位 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慧师姐 他就是很坚实的周周一一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山东师姐 大家好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邀请这个山东的王慧 来跟大家做分享吧 大家好 我是山东慈记志工王慧 我今天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坚持写善效应的动力源泉 从2020年11月加入高雄现场读书会 到现在快两年的时间了 我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每周坚持至少写一篇善效应 后来在今年又改为每周写两篇 最多的时候也超水平发挥 每周写了五篇 算起来总数也差不多近百篇了 字数也达到了快五万字 有人说写一篇善效应并不难 难的是周周坚持写 我也当着反思 对于我来讲 能够每周坚持写善效的动力 道理来自哪里呢 我想这个动力一方面是因为 我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爱读书也爱写作 我想为了提升一下我的写作动力 写作能力 我不求一名惊人 我也不怕一名凡人 只要自己坚持写下去 我想自己的写作能力肯定会 逐渐提升的 另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我们高雄 现场读书会 讲师们分享的内容实在是太精彩 上人说我们未成佛前 心结好人员 我想通过写善效应 和来自全球的很多优秀的讲师们 来接个好员 也逼得自己把读书会上 讲师们分享的内容来用心的吸收 从他们身上汲取更多的能量 来提升自己的格局 开阔自己的心胸 能够让自己能够更有力量的走下去 外战还有个动力呢 是因为为了报答美云老师 和姚师姐对我的治愈之安 因为自己呢 在走入慈基这些年里 感觉呢 走得不太顺 经受了不少挫折打击 一度让我有些很心灰意冷 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不断的赏识鼓励肯定 温暖了我 也让我看到自身的潜力 我想读书写作 也是滋养我 帮我疗伤的很重要方法 所以呢 我也想好好写善效应 也是助力我们读书会 能够办的更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就鼓励自己坚持写下去 不单自己写 我也带动我身边的家人一起写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在成就别人的同时 也成就我自己 感恩大家 好非常感恩这个王慧 大家好 我是山东 大陆呢 还有一个顺口六 我是北京志工 还有一个顺口六 等一下 我们大陆还有一个顺口六的团队 也是客服万难 周周都有写顺口六 其中那个北京的周蕊心呢 他就身边有一个有一些很多的困难 但是他还能够坚持的来写顺口六的一位师姐 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大家好 我是北京志工周蕊心 首先我要感恩姚时经师姐 大家好 师经你那边不要播放 要不然会两个音轨从我这里播 我是北京志工周蕊心 首先我要感恩姚时经师姐 她是我生命中有幸遇见的贵人 是她引领我走入了高雄线上读书会 高雄线上读书会让我打开了眼界 看到了全球这么多精进的师兄师姐们的分享 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更激发了我坚定走词记录的决心 后来在姚时姐的鼓励下 2020年的4月15号 我第一次写了顺口溜 因为水平有限 写的真不怎么样 可是姚时姐不厌其烦的鼓励我 就这样一偏偏 坚持着听着看着写着 越写越好 越能把每位师兄师姐们分享的内容 用几句顺口溜的形式表达出来 2021年姚时姐又把我们大陆家人 组织成顺口溜团队 我们大家一起轮流写顺口溜 互相帮助互相鼓励 姚时姐问我 为什么读书会一结束 你的顺口溜就能交上来了呢 我说每个周三高雄线上读书会的时候 我是雷打不动全神贯注的一边听一边写 因为我有一个吃喝拉撒睡都不能自理的智障弟弟要照顾 每次读书会开始前呢 我就把弟弟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三个多小时就全心投入到读书会里了 中途绝不间断 我喜欢这个给我发起的读书会 我爱听 爱看美云师姐棒棒的主持 我敬佩所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 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的善知识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影响着我 我爱高雄线上读书会 我爱师兄师姐们 我愿意和你们站一起 因为你们都有正能量 哇 是 太感恩了 感恩了王慧跟周蕊心师姐 他们这么诚挚的表白啊 法入心法为谁身无量 善人词世 希望这个我们实际历史留在人间 真的有价值 而且也有这个必要性 也是有教育意义 更可以教育我们下一代 我想这一场这个温馨座谈 大家都说获益满满了 就像我当下 马上就提笔写下自己满满的善效应 当然效应出来的也是一连串的善 这就是善的循环 在此呢我要深深的感恩 一切都因为有您 无限感恩 好非常的感恩 那非常感恩就是实际文青每一次上线 总是给我们满满的一个希望 尤其可能对很多的家人来讲 常常听到王慧啊还有周瑞欣 但是今天呢不但是听到看到 而且还听到他们讲心中的一个感言 我们这边的余儒就马上写说 超级感恩王慧师姐的 横辞发心与大家广结善缘 有你的善效应 莫学我感觉到很荣幸感恩有您 那大陆那边的家人呢 因为实际文青呢现在刚刚还在线上 所以等一下相信他们结束以后 一定很多人发给这样的 也请你们赶快写下来 然后让更多的一个善效应 效应善 爱在心里口要开表情 大家说明白 所以感恩有您 我们再一次掌声感恩 实际文青大爱之音 好那书友好回应读书善效应 刚才大家有没有去看到了 就是在这一个部分 所以是因为实际文青的一个带动 让我们想到我们2023年即将会 再多一个这样的单元 所以让我们的忠实书友 不过你们要常常写 我们才知道忠实书友在哪边 那希望也来分享你 参加读书会的一个好回应 善效应 那接下来就是活肉筋骨 每次两小时以后总要来动一动 不同的人展现不同的主展现 继续登场